大家好朋友们 19点08分了啊 这个2月10号礼拜四 2022年啊 朋友们 这个有人发推啊 发推特说啊 说再强调一遍 再强调一遍啊 徐州的警察 是人口贩卖的参与者 现在我也觉得 是吧 中国得有几百万的妇女 被贩卖 是吧 从南到北 从西到东 是吧 这么长途的拐卖人口 涉及到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钱 是吧 这么复杂的流程 难道没有保护伞吗 是吧 那么如果我是一个 比较大的这种 这种人口贩子 犯罪分子 我需要不需要打点 是吧 所以说呢 不怕黑社会 就怕社会黑啊 这有人说啊 说徐州的警察 是人口贩卖的参与者 那么如果徐州的警察 是人口贩卖的参与者 那么蓝州的警察呢 郑州的警察呢 杭州呢 温州呢 是吧 福州呢 张州呢 泉州呢 广州呢 惠州呢 吴州呢 是吧 还有哪些州 这说了不少吧 是吧 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呢 海西蒙古自治州呢 是吧 是不是 波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呢 克兹勒苏克尔克兹自治州呢 是吧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呢 对不对 那么说从我们 他们这个团体 应该是个团体 叫骄傲女孩 从我们骄傲女孩 介入调查到 2022年1月19号 除警察外 我们这里有徐州 参与贩卖人口的 公职人员的名单 411名 好家伙 这还不算警察 公职人员 411名 反正我看这意思 这个骄傲女孩 这帮人 应该是在中国大陆之内 他会 或者说他敢 胡说八道吗 他敢无中生有吗 胡编乱造吗 这吧 胡说八道吗 杜撰似乎不敢 如果是我 我都不敢 是吧 所以 是吧 这个这个 咱们分析吧 只能说分析 那么我们倾向于 我个人吧 我自己倾向于认为 这事是真的 在中国啊 这种灰色的 甚至黑色的 非法的生意 没有关面上 你给 有人罩着你 你没有保护伞 对吧 你不打通了关节 你想干 分分分钟就灭了你 对不对 就给你灭了 现在这个骄傲女孩说了 说徐州 阔湖 不包括政法系统 刚才说了 有警察 不包括 他说有411个人 至少 我认为可能还有的人 更多 上上下下 参与 人口贩卖的名单 涉及到的单位 哪些单位呢 徐州铁路局 这不用说吧 很多人是通过铁路来贩卖的 徐州的铁路局 火车站 徐州的交通运输公司的客运队和货运队 还有徐州的客运站 包括徐州下属各县的 对吧 还有徐州的纪委 现在叫发改委 还有徐州的运馆中心 徐州的民政局 卫生局 农业局 民宗局 民族宗教局 教育局 医院 乡镇的卫生院 乡镇联校 联校 现在是不是是这个村里好多那个学校 由于人口减少都到镇里边去了啊 乡镇联校 还有 我不知道这联校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小学 中学 徐州高等院校的教师 还有防疫站的 还有各乡镇干部等等等等 就有这么一个消息啊 我认为可能是真的啊